上午10點鐘開始 馬路上全部進空 沒有任何人車出沒 路旁的空地 倒是出現好幾座的飛彈發射器 附近居民想靠近一點看看 是怎麼回事 卻被全副武裝的阿兵哥 卻離現場 這邊不可以過去喔 在演習就對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飛彈出現的地點 就在嘉義市胡子內區 好幾片著滿雜草的空地 8座飛彈發射器 已經對空部署完畢 怕頂著大太陽會走到昏頭 不少阿兵哥用單車代步 拿著三角錐 在路口搭起檢疫封鎖線 嘉義市胡子內區 從2009年公告開發之後 不少建商看準商機買下空地 連帶導致大片未開發的土地出現 就在附近的住戶表示 就是第一次看到 國軍兼有這邊的空地進行演習 當下看到還以為真的要開戰了 我們看過這麼多的陣容 好像國軍演習的樣子 有感覺 像氣氛吃 緊張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近期常常發生軍機軍艦 干擾台灣安寧 國軍借用空地進行防空飛彈演習 藉此威嚇外來勢力 同時也展現不容許被看扁的軍方硬實力 記者侯國文李承諺嘉義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